字幕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首先想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G字头网站 有关今年举办的台湾观选团 很快一终之后 已经见到这些条款全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字 是团费7千元 反观普罗政治学院和天男之友合办的 台湾观选团2018 零一八 我們的收費也是一個字 就是四六四五 這個宣傳就是這個數字 已經講完了 多謝大家支持 請重速報名 剛才那個台灣官選團的POMO 就漏了一個最重要的宣傳句語 誰帶隊 誰帶隊嘛 由香港知名的政治評論家 台灣問題專家 黃毓民先生親自領隊 詞 曲 詞 申 曲 曲 申 挖 曲 申 申 挖 大家好 歡迎收看《鈺民踢爆》 林鄭月娥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我形容容她是史上罪費 事實上根據民意調查的結果 支持這份施政報告比過去都要低 支持這份施政報告的人 所以評分基本上就是歷來施政報告最低 當然再引起大家討論的就是明日大嶼 很多人將大嶼的嶼字 改成愚人節愚弄的嶼 明日大嶼 其實這個說法並沒有道理 基本上在漁弄香港人 1,700公頃 4人工左右的填海 現在別人計算一下 斷股也要5、6千億只是填海 還未計算建屋 林鄭月娥在推銷明日大嶼的時候 亦提到可能要1萬億 但是分10年來比每年 1千億而已 這種說法 真的非常過分 每年政府的預算 或者 所謂 一些重要基建 要用的錢 已經是在計劃裏面 但是這個明日大嶼 就是一個陳世天堂的預約 一個願景 但願景要付之實行 付出實行就是 明年開始就要在立法會分階段拿錢 怎樣分10年 每年拿1000億 一定是擔保你年年有盈餘的 儲備不是用來積穀房機的說法 作為不時之需 為何你不發行公債 發行公債 發行債券都可以 有很多種方式去拿錢 或者叫 有錢拿去投資債券 都可以 你要在庫房拿錢 監視儲備 現在分開10年來拿都可以 政府都負擔得起 這是真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為何我們覺得這個明日大嶼是娛樂香港人 你看看林鄭月娥的回應就知道 1000公斤還是1700公斤 她都搞不清楚 在今年年中她都沒搞清楚 按照她的說法就是 她的伙企做 一個這麼重要的計劃 在97年到現在21年內 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一個土地發展計劃 林鄭月娥作為行政長官 竟然夠膽說 1000公斤還是何時加到1700公斤 我都不知道 然後這個計劃就要推出 今天 回應相關問題 另外有關這個施政報告時 亦有提到 三稅分流的問題 因為西稅的專營權仍未到期 東稅和洪稅都是香港政府所有 現在的私家車過海 這個洪稅是20元 東稅是25元 西稅是7元 現在這個所謂分流計劃 就是洪稅要加到40元 這個東稅 也要由25元加到40元 西稅就減20元 變成50元 但是 因為 這個 專營權 仍在 所以你要補貼 給這間私營的公司 中信財富 他 收50元 但他一樣收你70元 那20元政府補貼 把這個洪稅和東稅的加價 補貼 西稅 但是還有錢剩 我們幫他計算 如果這個計劃推行 這個隧道費平均 增加了25% 如果分流成功 三條隧道都是約我這麼多車行 每日 增加費用是30% 我們幫他計算了一條這樣的數字 那就是說 你就是找香港市民 打我們的荷包主義 又是我們去承擔 所以這個計劃是不會得到 香港市民的支持 立法會包括建制派裏面 誰敢支持三歲分流 他都會擔心選舉裏面 會受到選民的報復 所以林鄭月娥就出口述 說這個三歲分流 可能在立法會過不了 如果過不了 就是你自己拿來衰 大家要繼續 承擔交通濟失產生的惡果 舉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政府是多麼不負責任 所以我用江壁自用 目中無人 來形容林鄭月娥 是非常恰當的 一個評論來的 江壁自用 目中無人 他永遠無錯 我們的政策 你不接受 承擔惡果的 你們不是政府 一個這樣的政府 一個江壁自用的行政長官 一個目中無人的行政長官 一個無能的政府 大家對這個明日大餘的計劃 難道你真的會還有幻想 是嗎 尤其是過去的歷史告訴大家 所有的基建 都一定是超值 曾蔭權時代說的十大基建 現在陸續在做 有些已經落成 總共超資 超過一千億港元 還有這份施政報告 對於民生 特別是對於基層 對於扶貧 的著墨是非常之少 而大家的注意力 亦都集中了在這個明日大餘 結果我們全部 都做了 被漁龍的對象 與憶龍的對象 好了 今晚會都有 消息 歷史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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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